人人都可以有智能家居 當初我們是整間敲到光光光 然後呢再重新配上 我們的這些智能系統 韋汝 請妳稍往旁邊移步 變吧檯 麻煩妳幫我拉一下 來來來 好長喔 要上去哪裡啊 也太長了吧 大家好 我是曼妮潛逸 歡迎收看我們的好想買房 今天厲害了 那在我旁邊呢 蹲了一位我的好朋友 我現在歡迎他 因為我怕他待會會小中風的傾向出現 真的喔 今天要看的房子呢 你知道台北市寸土寸金嗎 很多人都會選擇10坪以下的房子 可是說真的 假設你家裡有兩個人到三個人 要住一個10坪以下的房子 似乎機能好像沒那麼夠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就設計師就特別重要 一般我們像這樣的小宅 其實我們最注重的就是生活機能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我的小宅是不是要裝潢比較少的錢 大坪樹 你會有很多的空間給放東西 比如儲藏是什麼 可是小坪樹不行啊 對 你就得要花更多的預算 去做更多精妙精巧的一些收納 但重點是這麼小的坪樹 怎麼樣把內容塞滿 這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重點 因為一般都會覺得裝潢頂多就是天花板 地板對不對 但今天我們把智慧加進去 把腦袋加進去 對 人人都可以有智能家居 好不好 我們待會馬上來細節跟你介紹一下 因為一開始這間房子 其實說真的看到那個照片你會嚇傻 這個屋主他是誤買 買的太小間了 結果說不用擔心 你因為有一個良好的設計師 我來幫你處理一下 給你幫他從小套房變成大別墅 哇這客廳 我先來按個東西給你看 你看 當你上面的部分有沒有 這個呢就是小宅 通常我們會把這個陽台 如果沒有辦法保留的話 我們要加大空間嘛 對 那但是偶爾你可能還是會晒一下東西啊 這個其實是一個晒衣架 這晒衣架 對沒錯 這是一個晒衣架 這個除了它晒衣外 它有燈的功能 有沒有 它上面還是一個很漂亮的燈 更厲害的 因為我們整個有中速系統 全部連線了我們的Siri 所以我們呢 只要用講話的 請他幫我們處理家裡面的事情就可以了 Hey Siri 打開窗簾 有沒有 就開了 你們有人偷拿游空氣嗎 沒有吧 有人偷拿游空氣 回去肚子痛啦 來來來 我們請一下我們的這個屋主 哈囉 我是Stella 當初你買這間房子 其實說真的看到照片 我是女生會不會嚇到 你怎麼有勇氣買 因為那個低總價嘛 所以就想說 好像可以有自己的我很棒 所以就嘗試看看 然後那時候想說 怎麼辦 買了這個時候有點太小了 然後就趕快緊急找這位 當初我們是整間敲到光光光 然後呢 再重新配上我們的這些智能系統 包括它的天花板裡面 這個裡面其實是有學問的 你現在看到好像是 平平的跟一般天花板長的一樣對不對 對啊 我跟你講裡面有多少東西 因為它這裡是挑高的 它裡面呢 有這個全熱交換器 下雨天的時候 內外的氣可以循環 可以做一個過濾 裡面就不會很悶 你就不需要開窗 然後再來就是釣影室的冷氣 然後還有一台最厲害的 釣影室的除濕機 而且它呢 可以感測我們的濕度 只要濕度到了 它自己就會做運作 不只是你們兩個人住 是不是還有三隻貓 對 還有三隻貓 對啊 所以他們還有設計一些貓跳舞 對 還有那個草皮 他們也常常在那邊 曬泰雅 我跟你講這個是好東西 這個是我們的外銷國外 Matte in Taiwan的人工草皮 所以貓咪也很愛在這邊曬泰雅 對 他們在那邊滾來滾去 很像真的草皮 那你們家的貓砂盆在哪 貓砂盆也是精心設計過的 這個太特別了 隱藏版貓砂盆 你從外面看不到的 貓砂盆在角落 對 你從外面是看不到的 對 剛剛那個是我們智慧化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其實我們還有物理性的設計 這邊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窗戶對不對 那時候呢 我做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有做了一個無理的要求 我都會做好 到一半的時候我就說 我已經答應朋友說 我家可以就是有露天咖啡的那個吧台 怎麼吧 這邊這樣撞腳 對啊 後來呢 尾如請你稍往旁邊移步 變吧台 真的假的 我們利用這個非常狹小 大概只有幾公分的空間 所以裡面沒有太多的塗裝 太可愛了吧 我們把這個拿出來之後呢 你只要把這個桌子 卡卡弄起來之後 關起來 馬上就變成了一個露天的吧台 很酷耶 對啊 而且他這個地方 我有幫他做了插座這些 所以他在這邊打電腦看外面 晚上其實蠻漂亮的 可以吃燒肉或是火鍋 一開始真的很擔心收納空間不足 對 然後現在收完之後覺得 哇 還有魚 對 我們最主要的收納牆 其實是旁邊的 電視櫃這裡的 對 它的上面這邊是收納櫃 然後下面的這邊呢也是一整排 全部都是收納的抽屜 是 但是 最主要最最厲害的呢 其實有一個 後面的一個超長 麻煩你幫我拉一下 要用點力氣 來來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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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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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也太長了吧 對 還沒拉到鏡頭好不好 還沒嗎 好不好 我們一吋長1吋強好不好 有沒有 電視機後面一般都會浪費掉的空間 全部收進去 其實從客廳的這個電視櫃延伸過來 這空間都沒有浪費掉 對 對 沒錯 我剛剛下面那一整排 來 維路隨便拉拉看 這個全部都是喔 對 這全部都可以拉的 真的耶 都是收納空間耶 還有上面的這一個 欸 很深耶 有沒有 我跟你講 現在有很多3C產品啊 都很亂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洞 這個小洞有一個巧妙之處 有沒有看到一個洞 有洞 有沒有 有一個洞 這個呢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極限器的一個設計啦 只是我們把它用裝潢化 把它做得更大 可以塞所有東西進去 因為小宅最害怕的就是東西多變得亂 那反而你就更需要這種 有極限器的東西 讓整個空間變得更簡化 接下來就要來看一下 它的廚房有什麼地方可以收納的東西 再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喔 旁邊這一台呢 是我逼他們買一台 買一台銅色系的冰箱 還漂亮嗎 這個上面有一個高低呢 是為了讓貓咪從上面跳下來的 它變成一個冰箱的一個踏板 它就可以跳到這邊來 然後再來 這個是它的一個電氣櫃 那電氣櫃除了就是上面 這個地方可以做一些 有的沒有的收納以外呢 這台就是它的水波爐 然後在旁邊呢 下面的部分就是它的電鍋之類的 那最巧妙的呢 就是說 然後這個其實可以拉出來 拉出來做使用 接下來一個最重要的 將將將將將 欸 垃圾桶 對 沒錯 然後再來呢 要介紹一下這一邊 這個比較特別是這個水槽 其實這一類的水槽叫做花崗岩的水槽 就石頭質的 它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它比較不怕燙 乾掉之後它不會流任何的水質 所以它整個廚具 包括上面的這個部分 也都是一些收納 也都是收納耶 好乾淨喔 那這個也都是定做 因為我們這個樓高比較低 所以我們把這個空間流出來之後 上面就全部幫它做收納 那當然下面的收納也全部都有啦 還有洗碗機 你有洗碗機 然後再來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一咖 大概人人都會有需要 第一個它上面有這個進櫃 然後它會有燈 重點呢 它打開來之後啊 裡面可以放好多東西喔 可以放非常多的東西 滿滿的 對 那比較特別的是韋魯 你看 這個地方水槽 你有沒有覺得 有點斜斜的 你跟這個一般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中間沒一個洞啊 對 怎麼排水 它這個地方 只要把它拿起來 它就在這個裡面 它裡面是那個我們平常壓下去 那個水龍頭 對 它就從這邊壓就好了 等於幫你做兩道過濾 假設東西真的掉進去 至少可以先第一道幫你擋住 它下面的這個地方 也有一個抽板 對 那就比如說你放一些 化妝 對化妝的一些東西 暫時要用的 然後這個下面 還有抽屜 還好多喔 這個有抽屜 旁邊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當初我很堅持喔 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放在這個櫃子裡面 來來來來 打開打開 蛤 洗衣機 對 它這個也是可以接收Wi-Fi的 也是可以歸類在我們的這個家庭之動畫裡面 整間房子其實除了一樓之外 還是有樓上的部分 睡覺的部分 是 聽說那個樓梯 前衣橋超久 一般我們知道台北市 譬如說有分成4米5跟3米6 那其實這個算是3米6 3米6的重點是樓上 是恩愛夾成 上面是沒有辦法站起來的 你知道嗎 這個在設計上面就很重要 因為上面我們還是有做一些衣櫃的收納 讓它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刮大衣 可以站著拿衣服的 這個喬了很久 而且呢 你會發現這裡面其實都沒有住 對啊 因為照理講 夾層是不是要撐住對不對 它都沒有 我們是用倒吊的方式 對 去把夾層吊起來 所以基本上上面可以待蠻多人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你自己跟你自己舊家住的習慣 跟搬到新家來 你覺得差異最大 然後你覺得最滿意的地方在哪裡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收納啦 收納真的很足 讓我可以偷偷問一下 這樣子9坪大的空間 那我要全自動這些東西 大概花了多少錢 其實如果以小坪數來講 它這個比較特別是因為做了自動化的部分 我們現在看到這樣子 然後加上所有的自動化 冷氣都已經包含在裡面 大概你可能要準備個 大概超過200上下 其實現在智慧 我們必須要說一下 它有分前裝跟後裝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呢 算是我們在裝潢的時候 就一起讓它納進去了 它在布線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那當然像韋如家裡面已經裝潢好了 它也可以做一個後裝的動作 只是我們會把它燈的一些開關啦 跟一些Sensor 對 重條會把它換掉 那窗簾的部分 可能我們會接電過去 讓它有一個電 它一樣是可以做到自動化的一個控制 其實我說真的 小宅更需要設計師去幫你做調配 是 沒錯 因為它的空間就是有限 你豪宅就有很多地方可以收納 可是小宅空間就只有這樣子 所以更需要設計師的細心 跟專業度來做設計計畫 好了 那今天真的很高興 謝謝韋如來陪我看這個房子 是 還有我們的這個 女屋主還有男屋主躲在後面 歡迎繼續收看我們下一集的這個 好想買房喔 我是曼妮 我是韋如 我是Stella OK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